在中共建党90年之际 中共官媒人民论坛发起一个关于 中共哪些优良传统在流失的问卷调查 结果大多数受访者认为 党的优良传统流失状况令人担忧 更有两成的受访者表示 中共没有什么优良传统 其一中共建党前夕 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发起的这个问卷调查 共有12个问题 询问受访者对中共所谓优良传统的看法 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发表了这次调查的报告 报告显示当受访者被问及提到党的优良传统 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 这个问题是很多人表示 所谓的优良传统很空 没什么实质意义 硕调味太浓容易使人产生逆反心理 报告还指出对于中共一直自吹的为人民服务和密切联系群众 受访者的认同程度都比较低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教授张天亮博士表示 中共所标榜的为人民服务 只是欺骗老百姓的口号 中国的那些高官们从来没有什么为人民服务 过去我们在宣传中都看到 比如说毛泽东是如何的坚苦朴素 什么一建一路旧了之后穿多少年 但是我们知道毛泽东在当时中国大饥荒 很多人的时候 当时动用了好几千万元人民币 给自己在湖南那个地方修行 中南海还经常开舞会 前中国国家篮球队队员陈凯认为 人民这个词汇本身就是中共用来压制与欺骗老百姓的 因为中共永远会借口说 它是为了十亿人的利益 从而否定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体的合法权益 中共的语言系统包括人民这个字 都是为了个专制政权服务的概念 因为当你把人民放在人纸上的时候 他拿整个的整体利益去消灭每一个个体的尊严 个体的自由 个体对幸福的追求 这个就是专制政府最邪恶的地方 也是最迷惑人的地方 另外对于背离党的优良传统的不良作风 最令受访者反感的一次是贪污腐败 以权谋私 公款吃喝 铺张浪费 独断专行 作风粗暴 和不守法计 观观相护 张天亮认为 实际上从中共建党以来 他的高级官员一直都是非常腐败的 只不过现在这种腐败 蔓延到了整个社会 调查还显示民众在被问道 您知道我党有哪些优良传统吗 结果近二成的受访者认为 没啥优良传统 选择非常清楚的紧占一成 我觉得现在中国老百姓 说对他很失望的是一种很客气的说法 现在中国老百姓对共产党可以说是很痛恨 因为如果中国老百姓不痛恨共产党的话 共产党完全可以开放言论 让老百姓说话嘛 对于这份调查 署名问你良心有业无的网友发表评论说 文章中的所谓调查数字 即使是真实的 其可信度又能有多少 如果真有了连总统都可以随意辱骂的那种宽松环境 你再搞个调查试试 看还有几个肯说好话的 新唐人记者长春 李谦 萧宇综合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